大家好,这里是飘飘小厨娘,现在正是豆角上市的季节,这个时候的豆角吃起来非常的鲜嫩爽口,豆角的做法也非常的多,可以用来炒着着凉拌着吃,但是腌制起来的豆角也非常的好吃,尤其是天热没有胃口的时候,那么腌制的豆角简直就是开胃神器了。 腌制豆角的方法也有很多种,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家最简单一种,就是用水瓶在腌制豆角,学会我这种方法腌制出来的豆角,不生白花并且也不会坏,味道酸爽开胃,基本上百分百都能做成功,一起就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我们在市场买来一把新鲜的豆角,腌豆角我们选豆角也很重要,一定要购买比较嫩一点的豆角。 腌出的酸豆角口感才会更加的脆爽。 接着我们再把豆角检查一下,看有没有重演或者是坏的地方。 这种豆角要把它挑出来,这种豆角保存起来会变质的。 接着我们再把豆角的根地去掉。 收拾好就可以放入大盆中了。 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。 我们来把豆角抓洗一遍。 洗掉豆角表面的脏东西和杂质。 洗好就先控水捞出来。 放入干净的大盆中。 在豆角表面再撒上一层的食用盐。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。 这样就可以腌制出豆角的水分来。 让豆角变得更软一些。 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。 接着我们准备4个瓶子。 像这样的矿泉水瓶子就可以。 瓶子里面还有水分。 所以我们先来把瓶子清洗一下。 把瓶子都先放入大盆中。 我们往瓶中倒入清水。 我们往瓶中倒入清水。 盖上盖子。 我们把瓶子摇晃一下。 绕瓶子的每一处都清洗干净。 洗好倒倒脏水。 我们把剩下的瓶子都按照这种方法洗好。 这样才能保证瓶子的干净卫生。 瓶子也保证瓶子。 瓶子外表我们也用清水洗一下。 洗好都先放在案板上晾干水分。 瓶子就先放在一边备用。 来看一下我们的豆角。 这个时候的豆角已经腌制软了,看怎样折都不会断。 像这种程度我们就可以装瓶了。 我们像这样先拿出三四根。 慢慢地塞到瓶子中。 塞的过程中下不去我们可以用筷子戳。 这样豆角就下去了。 像这样一直塞到瓶口处就可以了。 如果觉得豆角的食盐比较少。 我们就可以在瓶口处再加入一勺。 这样保存起来的豆角才有嚼劲。 我们剩下的瓶子也都装满豆角。 然后就可以往瓶中倒入晾凉的开水了。 水我们不需要倒太多了。 八分板就可以了。 就可以盖上盖子拧紧了。 用铲子翻炒均匀。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。 放置一周左右就能变黄变酸。 但是夏天的天气炎热。 所以我们可以缩短至四到五天就可以了。 但是我们平时所腌的菜四到九天内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最高的。 第十天的时候咸菜发酵产生的亚硝酸盐才会基本消失。 所以说我们腌黄了我们也要再等几天。 等它腌透看再吃。 所以我们腌黄的豆角要多放几天再吃。 看到豆角变黄之后。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移到冰箱冷藏起来。 可以防止它变得更酸更软。 豆角已经放了十天了,也已经腌透了。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因为腌制的豆角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气体, 所以我们在拧瓶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 慢慢地拧干。 这个瓶子也不能用了。 我们取出剪刀从中间直接用剪刀剪开。 这样我们的豆角就出来了。 豆角的味道非常的酸爽。 真的是太开胃。 而且这样腌制出来的豆角也非常的脆爽。 我们来把豆角整理一下。 像这样腌好后的酸豆角吃法有很多种, 可以用来包包子包饺子。 搭配稀饭米饭馒头面条。 都非常开胃好吃哦。 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个炒豆角好吃的方法。 先把整理好的豆角放入大碗中。 倒入一些清水。 我们先来下手抓洗一下。 因为腌制的豆角的酸味特别的重, 我们在做之前清洗一下。 可以去除掉豆角的酸味。 洗好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。 放在案板上切成豆角末。 我们这里尽量切得小一点。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才更入味。 切好装入盘中。 再准备几颗小米粒。 也切成辣椒圈。 加入小米粒既能增加颜色。 吃起来的口感也更丰富些。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去皮的大蒜先用到拍碎。 最后都剁成蒜末。 切好放入小米粒的碗中。 我们就可以起锅加入食用油了。 油热把蒜末小米粒倒进来。 用铲子翻炒均匀。 翻炒出它们的香味来。 炒香后就可以把豆角倒进来了。 用铲子翻炒均匀。 把豆角都给它炒至入味。 炒得差不多了。 我们再加入一勺的食用盐。 一勺的鸡精。 再来点生抽提鲜。 铲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盛入盘中美美地享用了。 我们按着这种方法炒出来的酸豆角。 吃起来才酸辣开胃。 又非常的下饭。 用来搭配馒头面团米饭。 吃起来都非常的香。 剩下腌制好的豆角我们就保存起来。 想吃的时候就随拿随炒了。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